无论孩子带给我们多少困难,烦恼,甚至挫败,无论让我们失去多少睡眠,时间,金钱,精力,好好珍惜吧,因为,这都是上天的安次,三岁,孩子上幼儿园了,看着他小小的坚强的背影,心中又喜悦,又有点小小的心酸,你别了一整天,孩子看到你高兴的奔跑过来,扑在你的怀里,跟说,妈妈我想你了。 那一刻,抱着孩子就像抱着整个世界,六岁,孩子终于上小学了,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事情,他的人生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,却没想到,这也是孩子离开我们的第一步,孩子已经对于你分开一天习以为常了,而且喜欢每天去学校,甚至,有时还会说,妈妈,在家好无聊,没有小朋友和我玩。 十二岁,孩子上初中了,有的开始上寄宿学校,一个月或几个月回一次家,才能见上一次年,他们开始不再依赖你,甚至,喜欢和你对着干,你想帮他们做点事情。 他们说,妈妈,我自己来吧,突然觉得这句话让我们觉得好失落,孩子是不是不再需要我们了? 十八岁,孩子离开你去上大学,一年回来两次。 回来的几天前,家里的冰箱就装不下了,准备了各种各样他喜欢吃的东西。 可是一回来打个照念,就忙着和同学,朋友聚会去了。 从此,你最怕听到的一句话,妈妈,我不回家吃饭了,你们自己吃吧。 大学毕业后,孩子留在了远方工作,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,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几天就走了。 那时,最盼望的就是孩子的电话,希望孩子对你说一声,妈妈,我很好,你保重身体,这样就足够了。 孩子结婚了,回家的时间,有一半云给了你的亲家,见面就更少了,你已经习惯了只有老两口在家的日子。 但是,你最希望听到孩子对你说,妈妈,今年我回家过年啊,当孩子有了孩子,我们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了。 他们的一家三口,已经不包括我们在内了,我们慢慢习惯了这样的日子,只是在寻来无事的时候,经常翻发相册,看看我们自己的一家三口,无论孩子身在何方,却永远是我们家庭中无可取代的一员。 是啊,其实当孩子在身边的日子,我们是多么幸福,可是有时我们却会抱怨,抱怨做了太多的牺牲,抱怨孩子不懂事,抱怨他生病,让你操碎了心,抱怨为了培养他,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与金钱。 可是十多年后,就算你想要,也没有机会了,你一定要记住,孩子会不停的成长,过了这个时期就在没有这个时期的特性,你是不是常常在孩子断奶后怀念为他吃奶的日子? 可是那时,你却觉得好累,好辛苦,好业倦,是不是看到他小时候,伸手指的照片觉得好可爱? 可是你曾经为了要不停的给他洗手,而烦恼透了? 是不是在他吞续同生后,特别想念他曾经乃生乃气的生意? 可是他以前撒娇的时候你却很不受容,是不是当孩子去上学后,你特别怀念他的年在你身边的日子? 可是,以前你却总在想他要什么时候才能去上学啊? 时间无法倒流,过去了就只能永远过去,孩子能待在身边的日子,是多么难得与宝贵。 正因为如此,就应珍惜与孩子相处的每一刻,也更应均存感恩,谢谢上天给我一个孩子,让我分享与见证他成长的每一刻。 无论孩子带给我多少困难,烦恼,甚至挫败,无论让我失去多少睡眠,时间,金钱,精力,我仍然豁达,因为,这都是上天的恩赐。 当孩子在身边的每一天,我都会努力让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,体会在一起的幸福。 我尽量不给孩子太多的压力,束缚,千万和阻扰,我认真思考,也努力实践管教的分寸与尺度。 既尽力而来,也量力而行,因为我有责任与义务,教会他生活的本领。 帮助他练就强健的翅膀,以便来日可以自由快乐的飞翔。 我会告诉孩子,就算所有的路都行不通,还有一条路可以畅行,那就是回家的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欢迎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